纳米粒子新技术 可杀死隐藏在人类细胞内的危险细菌 伯克霍尔德氏菌是一种细菌属 它会引起一种致命的疾病 称为类鼻居 这种疾病每年导致数以万计的人死亡 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 口服获境外注射的抗生素 往往对它没有很好的效果 因为这些细菌 果在被称为巨石细胞的白血球中生长 由尼凯根兹博士和 Trace Newman博士领导的新研究表明 被称为聚合体的微小胶囊 其直径约为人类头发的1000倍 可以被用来携带杀虫抗生素 从而直接到达细菌在细胞类生长的地方 巨石细胞是免疫系统的细胞 它们已经进化到可以吸收血液中的颗粒 这对它们预防感染的作用至关重要 但这也意味着 它们可以被一些感染和生长在其中的细菌所利用 在这项研究中 研究小组将聚合体添加到 被细菌感染的巨石细胞中 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成为 将高浓度抗生素送到感染部位的有效途径 研究小组希望 这最终能导致患者通过注射 或吸入还有抗生素的胶囊进行治疗 并每年拯救许多生命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做 我们可能能够使用更少的抗生素 甚至重新利用那些通常不会被认为有效的抗生素 南安普顿大学生物工程副教授 尼开本苏师补充称 有趣的是 以前的研究涉及复杂的化学来设计聚合物体 以便通过改变热量或PH值 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释放药物 目前 该团队正处于跟DSTL 一起开发这一银床应路的早期阶段